明依在线,为你健康所想 在运四五个月,已经胎儿境剪胎,这个是下下侧 如果实在是多胎人生发现的比较晚,才会用这种方法剪胎 还有一个损伤比较大,流产率比较高 在运八周左右剪胎,肯定是损伤最小的 因为那会儿胎儿都还小呢 但是经营到在八周剪胎的弊端是 一个是感染的发生的概率 可能会要比从腐壁剪胎要略微高一些 另外,早期剪胎的话 在运八周到运十二周之间 发生胚胎停育的概率也是比较高的 如果在这个时间剪了胎,然后另外一胎又停育了 那就没有一个可以继续孕生的胚胎了 运十二周左右剪胎是我们比较推崇的 在运十二周的时候,我们已经做完了产检的NT值 排除了NT值的异常 另外也是早期的胚胎停雨的时间已经过了 这个时间剪胎,剩下的胎儿往往能够最后继续怀到租月 所以我们现在比较推崇的是因为十二周的时候剪胎 MING PAO CANADA! 感谢观看